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其實今晚沒有想到在這裡說的 只不過因為昨天我來到 在場有十個八個參加我們集會的聽眾 經開街 越講越多 你知道我口水多的人來的 隨時講幾個鐘都不停 但是今天如果大家在Facebook 我相信今天晚上很多來的聽眾 都是因為看到我Facebook寫的東西 我突然之間即興覺得 不如就好像研究昨晚 做過街頭的政治經濟學 即是榕樹頭的政治經濟學 因為今早我在網上看到陳雲寫了一篇文 講我們關於今次DVC集會之後 煙燒雲散 那些批評其實是對的 他們就說 其實都好 正正是證實 現在連最後一個主流傳媒 其實DVC都屬於主流傳媒 否則就不用發牌了 都是建制的一部份 雖然是最反對派的建制 也因為是建制的一部份 所以直到今天都很多人質疑 大班搞個台 正如《人網》昨晚節目的 《於飛》和《蕭玲》都這樣說 你的台都是幫阿唐一連 有個隱藏的Hit and Agenda 所以別說自己好像站在那裡得高地 也能解釋為何運動不成功 那麼多人支持你 但他們的質疑和說法 不可以說沒有道理 事實上很多人都是這樣看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整個DVC事件 出現了以來 為何在早期 直到星期日整個運動已經結束了 一直來講 譬如說政界人士 政黨政客 一些基層團體 一些社運的團體 大專學生組織 大家可以看到 幾天裡面都不見學聯 或者中大廣單學生議 學生會明天來餐場 對不對 也都是其他 譬如網台 我覺得他們質疑是完全合理的 那原因當然很簡單 就是第一 因為大班是保帶針 那這件事就令到很多人覺得 就是為何他從來都不批評 就是很少批評這個曾蔭權 那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曾蔭權呢 其實是支持唐興年去參選 唐興年可以說是曾蔭權那個政權的延續 那只不過呢 在選舉期間 你是失去了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不是失去了的話 DVC可能會出現一個局面的 為什麼呢 一來 DVC裡面那群股東 很多以前都是支持唐興年 包括李國寶 而他根本就是整個競選辦的頭 唐興年 就是唐興年 就是之前曾蔭權選 也是他的頭 那至於其他 就算是黃楚彪 大家都應該知道 貪真其中一個醜聞 就是租了黃楚彪 就是那間大宅 就是這麼便宜租 那說真的 那個真的不太公平 因為為什麼 就問我說 其實阿張吳祥剛剛就住在樓下 他就告訴我 他說 如果這樣的價錢租 這個黃楚彪 誰會撿到的 因為深圳 用這樣的價錢 可以做得更漂亮 更新的豪宅 因為他那間這樣的東海花園 在十幾年前就最正 但是現在深圳 最新的那些 已經比它更漂亮 譬如以市價 那個赤價來講 他那裡就賣四萬元平方米 就是大概四千元呎 但是現在深圳最貴 就已經成八千至一萬 那麼你看到 其實不是那些豪宅 就是做得夠大 別多人不說 就是不是為他辯護 但是因為 這樣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質疑阿大班 就是假惡台 是不是為他們說喊 只不過你不要理會 只是落壓錯 很多人都這樣看 我很多朋友都這樣看 說真的 甚至我個人都會有所懷疑 但是直至 阿大班終於是 給我們打電話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聽了 不過你知道外語的現實 是不可以公開的 所以是去到禮拜六那晚才公開 才公開 其實應該公開 在禮拜五當然公開 因為星期五早上 我回到去 阿大班已經跟我們說 就是會有這件事 但是誰知道 就是到我下來了 就是四點 其實我四點離開的時候 我四點做完節目 下來了的時候 都見到阿大班 他都沒有跟我說 但下來了 原來計劃有變 結果沒有出街 結果沒有人放上Youtube 結果全晚 我想最多八千人左右 去到現場 所以晚上之後 有些人都看到 在後面我和阿大班激辯 即是罵到美濃已熱 他還說 我不要再跟這套朋友 我說不做就不做 有無所謂 那終於逼到 是星期六才出 星期六出了 就有效 是不是 唐若 是根據原有的部署 星期五已經出了街 星期六已經有六七萬人 再一些策略再提升 譬如很多人參加這個節目 包括大班在內 我相信星期日 要到十幾萬是絕對沒有問題 一樣我一定怕得住 就是國民教育的 如果你想想 如果這裡有十幾萬人 接著就可以用群眾的名義 支持星期一 佔領電台繼續綁綁 對不對 整個運動是可以這樣搞的 越多人就越多事情搞 要去到三十萬人 不用走 佔領中環 癱瘓中環 我包一天之間就搞定 運動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我常常批評大班 說我不會搞運動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 大家都看到 星期五這個晚上 突然間變成歡樂今宵 那樣 昨天來到 現在在座很多人跟我聊天 他們都表示很失望 就是因為好像不多不少 有被出賣的感覺 就是整個運動好像就完了 就是跟著不知怎樣 就是繼續下去 那我幸好 有這個民間電台 就是昨天呢 其實事先沒有夾過 也都不需要搞運動的事情 就是這個民間電台 一向爭取大氣電波 星期五 就是星期六日 不知道哪一天 就是牛到牛來到 說要拆下去繼續 那為什麼不行呢 就是讓他們繼續下去 是不是 其實牛完結之後 其他任何團體 黨台 基層組織 哪個都可以的 因為 自從我們停播了之後 其實停播 也是我極力爭取回來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 上一次去到 這個9月10日 其實大班已經想 翌日已經是移播了 我極力反對 我說為什麼翌日可以移播 如果翌日移播 人家就覺得 你根本都沒事 又可以聽 好像來來了那樣 我堅持一定要停播 停播幾天才移播 雲端七日電 為什麼呢 停播之後 整件事件性質就改變 不再是一個 撐大班和撐DV的問題 停播之後 就是一個 涉及節目大器資源 大器電波的問題 是公眾被剝奪了 最基本就是公眾被剝奪了 聽一個節目大器電波 由政府發牌的電台 因為他們有權利 他們有權利去聽這些節目 包括那晚來 很多失明人士 很多公公婆婆 這個完全是對的 第一層呢 最受影響 被剝奪了 聽的權利 就是他們 第二個層次 才可能有些員工 無端端被失業 第三當然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到最後才是大班 權益的問題 股東的權益問題 整個運動 就是那個發展的基礎 應該是這樣 那我在我歷爭之後 我真的和大家這麼說 那一天完了之後 如果翌日有二波 我就不做了 我第一個要離開 我不會忏 因為沒有意義 但是 你停了幾天 二波 情景七日程 那就有意義了 會是一個運動 搬下來這裏做 更加有意義 因為開始擴大出去 但很可惜 大班有自己的考慮 我也充分看得明白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大班 現在正在背著一些官司 只是那天完了之後 星期一 已經有多三分的私信了 因為大家如果認識法律 都知道 人家財務勢大 我覺得他們現在是有心 要整瓜一下大班 不只是滅了台的問題 而這個人也要摧毀 搞到他家破人 你這樣打下去 大班不是很有錢的人 最多只有幾千萬身家 已經輸了半 當上房子 都可以輸到破產 他不可以停止 不是說你打就是了 他會將現在 因為停了播 如果遲些 我估計很快 政府會收回牌 是將你解讀為 累了他的股東損失 他可以告到他破產 有牌什麼 所以 從他自己的角度出發 他希望籌多些資金 幫助大官司 我覺得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也不是他個人利益的問題 因為他搞成今天這樣 都是為了大家 都是為了公眾的利益 我絕對不介意他這樣做 但是 可能因為他鼓勵太多 他沒有考慮到 整個運動應該怎麼搞 而這方面是我專長的 我一早已經告訴大賓 所有的事情 我可以幫你什麼都賣 由我去搞 是不是 佔領電檔 因為非洲網路被拘捕 拘捕我 沒所謂 我都算是 以身事法 有什麼大件事 一坐牢 不會坐牢 不會坐一輩子 因為這樣而坐牢 很光榮 因為 我都老十一歲 就是老十二歲 如果我臨死之前 因為這樣而坐牢 我覺得很光榮 我對得 對得住自己 對得住我家人 當然我家人沒有擔心 我老十一歲 叫我不要再說 你快點回加拿大 因為這樣說 很多次教 但我不會理他 因為這是一件公義的事 因為我整個很簡單 我告訴你 生命是我自己 所以 命是怎麼決定 沒有人可以阻止 我要怎麼做 就是怎麼做 這是我的信念 我不會因為你是我老婆 因為我是我兒子 我就會改變主義 正如我昨晚和何智溫說 我已經過了出去 我讀書的時期 我看了很多老順的書 理我的書 雖然很多人不喜歡理我 但理我的人生態度 對我影響很大 我覺得 做人去到你今天來說 絕對是可以 招民道直可死 只要我相信的東西 你就想要我死 我覺得沒有所謂 因為人 每個人都會死 我便是一個為物主義者 我從來不相信 有什麼上帝之類的東西 雖然我的好朋友 葉孟良 他跟我說過 你要相信 每個人的認知是有限的 這個世界有些知識 是在你認識以外的 不過你不認識而已 我會同意的 為什麼我相信 每個人的思想 其實在他承認的時候 那個真是所謂的 知識初戀 應該是很大的 因為我 知識成長的時期 太過受馬克思主要影響 是一個變性為物主義者 也受存在主要影響 第一 我相信 我們無故被扔來這個世界 都不是我們自己決定 死也不是我們自己決定 無故可以 現在講完話之後 待會可能出去開車 回去就撞車 也不奇怪 生命可以很荒謬 是不會知道的 唯一 你可以有自由的就是 你的生存過程裡 你便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 你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 至於死了之後是怎樣呢 我其實很好奇 我其實很快就想快點死 因為快點死就可以試一下 人生之外的經驗 那個人完全不知道 我想任何人面對這件事 都會有一個恐懼 我自己都很害怕 但我知道一定會遲到面對 既然是這樣 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有沒有所謂 我去到現在這個人生階段 其實差不多 什麼都要試過 是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需要眷戀 所以我是相信 超聞道直可視 只要說直達便可以 坐牢是否很濕碎 怎麼這麼大一件事 是不是 有同事說笑 我說要通跪 他說通跪就是通跪 就當他幫我問市 對不對 怎麼這麼大一件事 就是這麼大一問 所以我的信念就很清楚 可能因為我這樣的做法 其實對大班都不公平 因為都給了很大的壓力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都要在很實際的決定的時候 他其實是Bipassal 等於星期日晚 決定將我整個節目 變成好像是一個告別的儀式 他都沒有通知過我 甚至很多關鍵 要開會的時候 他都不會遇到我 我完全知道 但我都不會怪他 就是我很清楚自己做些甚麼 就是希望他互相配合 在星期一的時候 其實大班給我一個電話 說想星期一晚上開會 阿鄭家會想開會 想怎樣延續運動下去 其實我明白 因為大班知道 如果運動完了之後 其實很難再有捐到這個訴訟基金 但我跟他想法不同 我不是願意搞 但我覺得如果再這樣合作的話 很多時候又是 做著做著又受到干擾 變成功敗 即是水城 在座大家都會覺得 星期日這樣收檔是很可惜的 如果不是應該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呼籲那些年輕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 年輕人就留守 老人家先回去 明天再來 事實上 根本在幕後 我和俄之君 和八十後 阿凱琪 已經是串連過 已經是準備 把運動搞下去 但是很可惜 因為那晚這樣的ending 就是失去了他們的信任 本來原專家計劃很簡單 阿牛他們撐兩天 到星期三 就用公民議會這個概念 叫八九十後他們來頂住 其實陳景輝 黃之鋒他們個人全部都答應 但到最後 就因為這樣的收場 他們有所疑慮 他們不肯 所以大家 將會很失望 明天會不會有人搞事呢 很大機會沒有 就是唯有可能要靠阿牛 繼續撐下去 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繼續努力 事實上 這個世界很多時候 就是你做了才知道 例如好像 昨晚來說 我是勸你南南江 不要再絕食了 因為為什麼 要絕食這個意念 是沒有人叫我南南江做的 是由我南江自己自告奮勇提出來 所以呢 我們不要帶大家 不是大方叫做 也都沒有練過去 但是 劉南江大家都知道 他是藝人 過去 他不知道什麼叫政治 但是在過去這幾個月 他都受我們影響 事實上大家都看到 最後那晚 其實雖然呢 就是 作為政治運動 當然覺得不好 但是真正對話 你看到很多人呢 是轉變了的 包括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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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男女老友 甚至七八十個婆婆 我也不期望 他原來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聽戰異經濟學 每個人都告訴我 他覺得學到東西 影響到他 有些甚至是因為這樣 第一次參加遊行 就是去729 以及去國教的集會 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當然願意繼續做下去 但是 我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跟我大班 是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很難再合作的 但是這個不合作 只不過是一時 不是永遠 我同意陳雲的說法 現在來講 就是八方齊放 我們有些同事 他為了真計 都要自己開了收費的網站 包括有最早離開的大展台 小魚 私人繩 Sandy 接著我今天看到梁繼章 又會這樣做 凱琪也有這樣的打算 我覺得無可厚非 既然他這樣做 我想也是 雖然我同意 用網台去做 其實不要說收費 就算不收費 網台的影響 永遠一定低於大氣電波 一定低於廣播 你想想 這個數碼廣播 如果不是因為受到這麼多技術上的限制 一早就在FM的時候 我想我們已經成為 全香港最受歡迎 和最有影響力的平台 但是事物的發展 是有得有失的 一直去到承認事件爆核之前 說真的 這個數碼廣播 即我們的數碼廣播 其實都不是很多人會聽到 因為有時買了新機 留很多地方收不到 發展功率太低 用電腦或Apps來聽 Apps我們有二十幾萬 二十三四萬 新機買了十萬部 電腦不知有多少人 通過這個Now 你用100萬的家庭可以聽到 用這個PCW 有二十萬的IP phone可以聽到 但我有很多朋友 即是個認識我 和我的好朋友 知道我做數碼電台 去到這件事件爆核之前 甚至到今天 都沒有聽過DBC 都沒有嘗試努力去聽DBC 反而 迷姬出現了之後 其實都是一個宣傳 這個宣傳可能好過 扔幾十萬 或幾千萬去做廣告 我相信 如果真的做了市場調查 DBC應該是現在全香港 最多人聽 最受歡迎的電台 失禮了當然是很可惜的 但大家要明白 這個真的是一個政治事件 從一開始 所以已經是要決定一定要收咪 當然最早就失禮了那個大班 因為大班最有應安力 但它沒有料到 整個DP才發展到 下來 有應安力的不是只有大班 還有很多其他人 有黃師傅 有我 也影響到其他聽眾 譬如有小班 其他主持 所以我敢說 如果要跟你誰稱都好 不怕你什麼網台 就知道的事情 肯定我們是最有應安力的 如果能夠下去 我相信對推動香港民主運動 一定有一片旗幟 現在是最有力的旗幟 我們當然直到不想放棄 但現在形勢比人強 即是我們時機已經錯過了 大班人都不聽我說 如果不是星期日 我有十幾二十萬 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在公安場合有講過 其實那天大家都很幸運 你問了何志光就知道 今天晚上本來節目 不是這樣安排的 我們已經想著拿一個主導員 在最後幾個小時 由我們主導 去將變成政治化 但結果被大班決定 就是這樣收場 但幸好之前 大家又在聽已經知道 五點鐘自由風 本來不是我主持的 但因為 吳志森來不到 即是遲來了 小班就未到 結果 因緣巧合 由我和林伯做 我就趁機 說了我自己的一套 我就告訴大家 運動可以這樣搞 是不是 但我始終是人為年輕 是不是 影響不到 即是不是掌握一個大局 否則 結果不可以 不會是現在這樣 但現在 你說會不會有轉變呢 這個世界真的很難說 即是永遠有奇蹟 但第一天 劉蘭光絕食 其實我現在絕對 不應該再絕食 為甚麼呢 他是為了DBC而絕食 但DBC都復排沒望 他不應該再這樣做 現在他的身體 真的很有問題 所以我昨晚力勸他 講清楚給他聽 你血糖跌到38 不要再做 因為已經有人接力了 接力的 再絕食 就不是為了DBC 是要撐言論自由 是撐反對西雲治港 這個運動已經轉化了 轉化了之後 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所以 我相信是有奇蹟的 各位所知 現在絕食已經去到多少人了 五個 五個 今天五個 全香港報紙沒有了張賣 甚至是 認為自己很進步的人網 都不會報導 是不是 給我聽我說 現在我主場 我說完之後 你大了時間進來講 我相信他們想聽我講 我不是不給你講 不好意思 雖然現在我借了這個 其實我原來沒有想著 你去講 想著在那裡大大地講 從來有多少人講 所以被你疾著 忘記去了哪裡 不要緊 我忘記了一分鐘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任何 其他是接力的 民間電台 是會在那裡持續 在那裡抗爭 將你的雪球捆大 好 我們講得出 做得到 我們希望 你們回歸 牛的就是做事 其他彈的那些 又說什麼 繼續移播 你是真的參與運動 爭取言論自由 隨便幫我們來這裡做 慢慢 行不行 會不會 我夠膽 魚肥和蕭樂園 大家一起坐在那裡 去辯論 看看哪裏說得對 我怎樣的名字都不敢回答 不是思願 是思理的問題 很簡單 人妄當人 如果是整件事是怎樣處理 蕭先生又不是不認識我 又不是不認識大班 如果是友誼是支持整件事的 可以打個電話給我 打個電話給大班 打個電話給大班 但是當日 他就找一個CEO 是宇洋 faxe過來 然後打給我們一個 即是基層的員工 海原 海原是人民力量的成員 非常地熱心支持 去找他們 叫海原 當作是通知了 海原就拿去給大班 那我說你很簡單 你就叫做宇洋直接找我 去找大班 當然應該說是大班 那台是大班 對不對 他們的所謂繼續移播 其實是想所有這個DBC 完了之後 整班人搬過去 義務幫人網做事 那當然得益 其實這不是問題 如果來這裡播就可以了 都可以的 是不是 人網繼續下去 繼續幫他們移播 慢慢在這裡做 沒有問題 他會不會這樣做 不會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 批評我 我的好客氣 沒有怎樣批評 那他們就天天 在人網裡面 幫人攻擊我 不過我當然不會 和一般識見 為了這個運動 我一句都不會回應 一句都不會回答 因為你一回應 一會爭辯 你就變成一些 個人是非恩怨 就整個運動轉移了 到今天 現在暫時叫停止 我就不怕說 亦都不是事緣 無論如何攻擊人 我都不介意 坦白說我都是人 第一天看到 我很生氣 很激氣 但我很快去演唱正道 是覺得沒有感覺 看下去 對我沒有影響 不會有影響 任何攻擊都沒有影響 我應該開始不看 無論說什麼都無所謂 因為所有的小事 是不重要的 我今天拿回理務的資料 出來看 他說過 要做第一流人的境界 是什麼呢 有一句 就是 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 生命太短促了 我們不可以做小人小事的事 我們要做大事 尤其是我 我都不知自己有多長命 我都不想長命的人 生命每一天都很重要 就做自己相信 喜歡 和覺得是正確的事 其他事我不會理 我不理他誰 我都說過了 連我老婆我兒子都不理 我怎會理這些廢物 浪費 所以很簡單 大家要相信自己 相有奇蹟 其實我只是相信群眾 只要群眾知道 覺醒就會有變化 很簡單 初初第一天都是劉銀江 後來牛家入 現在應該都有五個人 我絕對不是鼓勵人去絕食 什麼叫量變到側變呢 有五個人絕食 全香港報紙沒有人買 大家知道七萬人集會之後 每天的報紙很多都不買 有些都說幾千 沒有才有報的新聞 但是晚上 場景一個都不拍 拍了 翌日只有幾個人 躺在那裡 就覺得好像沒有人參加 看到Now 電視有報道 有事我想應該有 我沒有看有事 現在沒有新聞報 很多報紙都當不是新聞 但是 如果有一天 五個人絕食不是新聞 五十個人絕食都不是新聞 五百個人絕食都不是新聞 五千個是吧 五萬個是吧 世界新聞 對不對 我不想你不報 你相信群眾運動就是這樣 我絕對不是鼓勵大家去參加絕食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 因為這件事 我都說過了 其實我出來搞的運動 絕對不是為了DBC DBC DBC是否能復活 當然是最好 是否能復活 但復活不了也不要緊 因為一個運動和一個運動 是互相延續的 不用說得遠 不要說到八百直選 就算計量上任以來 一個運動也應該是另一個運動 為第二個運動裡 住入很多群眾 我為甚麼 其實我初到沒甚麼信心 就是下來這裡搞集會 所以星期三我特意下來 下來 當然那些中學生大學生 大部分都不值得我 因為他們都不聽DBC 大家現在知道 很多年輕人都不聽電台 不看電視 聽都是聽網台 而網台可以崛起 我們在2004年開始搞網台 第一個是香港人民廣播電台 之前雖然阿蕭自己本身 依然Cyber也有一個電台 但是最先搞其實是人民廣播電台 第一任的台長是黃岩然 他的理念都是這樣 主流傳媒已經是失手了 我們就自己搞民間 結果就是因為主流傳媒越來越不堪 那些人慢慢覺醒 所以網台就成為一個主流 是不是 我當年 就是因為幫我老友 阿北浩明 在2004年 這個公民黨 有一個A45的網台 他們因為要參選 不可以做電台 走去客串了兩個禮拜 之後 爸爸叫我 我們不如搞個七一堂 我就一邊幫他做 做了應該有五年了 風雨不改 未試那一天是不去的 盡管我們知道 那個台不是很多人聽 因為我們不是很多伺服器 可能只有幾十個或幾百個 堅持就是多了 結果到最後 他們連那個 因為我們的台 就是在溫石倫的辦公室那裡 就是在灣仔北海中心樓上 但是大家知道這幾年經濟越來越差 連溫石倫都找不到錢 結果那裡都沒有 他要搬去迷你貨倉 結果沒有了台 那當時來講 毓文已經搞了一個賣Radio 華倫良大帶給我 你應該是網台讓我回答一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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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甚麼都可以 講粗話都可以 粗了其實沒問題 講了其所就行了 為了講粗話而講粗話 當然沒意思 問了甚麼 但在做節目 當然做到尾才問 好不好 你當然要做一個小時 去到最後問問我 在最後那幾分鐘 我可以回答 好啊 講正在那裏 後來打粗話都搞了MyRadio 蕭先生又搞人網 其實都是在蕭先生那裏 其實以前香港人民講過程度都是在蕭先生那裏 我認識蕭先生是因為我們賭董運動 我是非常敬重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作為一個商人 商人有很多利益 他都肯出來賭董 他當時的確有很大的犧牲 所以我一直很尊重他 一直叫他蕭先生 我之前不認識他 完全不認識他 所以我們就革命 但我是親自去找雷和阿山精 去搞這個賭董運動 但賭董運動到2004年 以為這個 董建華都下不了台的 所以就改了名為民主救港力量 阿牙可以做證明的 因為他都是這個賭董運動 變成民主救港力量 那天我們就轉去搞這個香港人民講過電台 後來人民講過電台 黃岸妍 大家如果有聽就知道 和長毛一次不知人民陣的事件公開爭執 吵架 就散了 所以到這個賣Radio和這個人網一起搞的時候 蕭先生首先叫我回到他的節目那裏做 就是去幫忙 但之前其實都做過少許的 就是我們合在一起去講股市 做過一段很短的仔在香港Cyber 但是你知道 蕭先生做節目他有太過強烈個人風格 還有他有個弱點 他做節目就不是跟人溝通的 他自己說 可能好像我也是這樣 自己說 所以跟他做的節目 就很難互相溝通 就是叫他去講 那不要緊 那個主場 就好像是長毛所說 就是小燈的主場當然是小燈自己說 但是當時也有很多湧燈的反感 這是什麼水來的 就是賺歌病 所以我就不做了 我不做之後 白胡就是當時在這個人網打工 就搞了財經節目 就叫我去做有Q仔母共人 那就無所謂了 因為幫我白胡做 出了港股票 但白胡有很多辦法 慢慢將股票 又說賭馬 又說時事 變成一個又說馬 又說波 又說股票和時事 就是做了一個小時的 竟然也有些影響力 後來因為蕭先生的身體不太好 就叫我幫他做一晚 那我把資料去太平山就搬過去了 就做了下來 但是 說真的 這個絕對 這個絕對 就是在人網裏面做這個資料在太平山 是不會有任何的干預 這個是真的 是有絕對的自由 但是 自從這個社民營分裂 在社民營分裂這件事件上 其實我是非常反對的 我是兩邊都不幫 我不管他中間有甚麼理由 因為那些全部大部分是私人的恩怨 因為 其實講政治 就是私人的恩怨是不重要的 正如剛才我和何志溫說 搞運動不用要朋友的 要信念的而已 我可以跟你不是朋友 但是 既然大家在座 大家都不懂的 是不是 我們走在一起都是為了一個信念 信用相同就可以了 私下 如果是好朋友 那天固然好 感信添花 不對都沒甚麼所謂的 所以 因為私人的恩怨 就是大家在吵架 而將一個本來非常之成功的 這個當然要歸功於人網 就是當時做任文律量和社民營 如果沒有人網 社民營不會在 這個2008年的選舉裡面 就是選了三席 還有 基本上是大勝 大家都很相信 如果是繼續下去 去到2012年 贏硬的 一定每區都有一個member 一定有五席 最少 但是 都不知為何 無端分裂 跟著互相攻監 到現在來說 都不收好 我當時來開始做任文是極力反對 很多時候兩邊都不批評 即是不幫 還有所批評 但是 結果我後來都覺得 就開始受到 我覺得 有些人是用一些 其實不是很光彩的手法裡面 所謂的暗中打壓 既然是這樣 加上我們要去做DVC做 亦都不可能身兼兩度 非常之光明的路 公開宣布不再做了 就是不做之前 其實我又認識極力反對 接著就介紹了極力反對 接著去做個節目 還做得非常之成功 還受歡迎過這個紫綠達平山 後來也變成了問題 一個很主要的成員 當然現在又不行 即是 馬上紐紛 我亦都在這個電影院講過一支 我說的全部都是真實 當然也成為人家攻擊的藉口 但這也不要緊的 我不是說過 如果我們是相信要繼續搞民主運動 是應該將所有的事源全部都放開了 正如我在這天都說過 如果現在搞民主運動 這個策略 我私下跟中文講 他都同意我的說法 我們就是要找一個candidate出來 然後現在開始報 你是唯一這件事才可以領先了國安黨 在他還沒找到人之前 已經將這件事天天說天天說 說到五年之後 全香港人都知道 我們有誰是candidate 就好像緬裂走的韓山素姬那樣 到時來講 國安黨用甚麼方法不讓他入閘 都一定引起民犯 激發更多群眾上界 也成為國際新聞 國際關注的事件 這就是運動的策略 但其實我覺得成為人的 即是在現在的 真的有水平的 是毓民 是黃東文 我跟他講他完全同樣的說法 你一看到人民選了之後 毓民是公開提出 就是跟社民聯合作的 長毛也是鴻鴻大道 也是懂得搞政治的人 是完全覺得沒有問題 只要大家是遵循合作 都不肯可以回去社民聯做主席 但是現在社民聯有些成員 還有人力有些成員 那些年輕人 太過… 因為那些私人真語 都已經變成太personal 我覺得是完全無謂的 你攻擊個人 有沒有想花刀 有沒有都不重要的 有又怎樣 沒有又怎樣 有那些是他最關心他老婆 關他什麼事 還有個人的得幸 跟正義運動有什麼關係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看到他今天 譬如你人物不斷繼續 攻擊阿土 甚至是用其中一個藉口 找肥佬黎上來 令到陶君恆 拿到這麼多票 令到黃文達輸了 我覺得這是完全是方話來的 多了 那你為什麼不說 因為肥佬黎上來 就令到最有影響力的小學員 只有1萬6千票 你為什麼不這麼說 很明顯不是事實 是不是 現在事實上說 就是說真的 就算是肥佬黎 有些什麼事 事實上有一個客觀來講 證明了 這個壹傳媒 對這個支持民主的大眾來講 影響力已經不弱從前 如果是這樣 如果真的很厲害 今次的選舉 那些泛民就不會輸到一派塗地 民主黨就不會在新界東大敗 對嗎 這是事實來的 其實無論如何看肥佬黎 肥佬黎當然有自己的計算 但是從這個政治運動來講 大家都要同意 在未來的日子 如果沒有這個《蘋果》 《壹傳媒》 參與和幫忙 肯定的影響力大小很多 你想想 譬如我們這次的運動 如果由上個禮拜一開始 移播晨天七日前 肥佬黎一聲令下 成果一傳媒全力 就是幫你吹鼓 我想星期日已經二三十萬了 對嗎 但是肥佬黎已經沒有落到這樣的命令 我告訴你 我私下跟大班說 我說你要放下給成見 事實就是為甚麼呢 這個DBC跟肥佬黎合作 大班真的完全是事前不私情的 我也是那天回到上 我已經看到肥佬黎和大班 很奇怪是甚麼事 現在好像十幾年都不見的仇人 張逢一見問真仇 是肥佬黎當日天鵬江和張劍雄喝茶 有這個意念 立即叫Morris 講完立即上來跟大班說 事實就是這樣 肥佬黎喜不喜歡都好 他是一個人物 他是懂事做大事的人 當年來講 《蘋果日報》和《東安日報》 鬥三鬥死鬥到大家 血流成河 肥佬黎 他真是現代越黃勾錢 親自走去九龍灣見 東方馬 很低威 大家一起取消減價 不是說大家 我想全香港沒有所有政治人物 沒有人可以做到肥佬 對不對 如果市衛員真的做大事 就應該親自出來和大班攜手 去領導這個運動 對不對 就不要躲在後面 找些甚麼Cat et Faire的年輕人 在那裏講三講四 是男人就出來了 他先說甚麼 對不對 這些就是做大事 我絕對不會見 如果我過去有講過甚麼 是得罪了一個蕭先生或是人網 我願意在那裏公開的道歉 他出來就得罪了 很簡單 人要當民流浪 不用左掀右避 是不需要的 就這麼簡單 對吧 所以很多人為這個人網 或消音面糊 說不關女事 這個forum 是很言論自由 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網主 明知道不是事實 你是有權去Bang 那為甚麼人家在那裏 用賣你全都Bang 他做節目都公開說 立即Bang你的帳戶 是否先 還有 你一邊說大班 即是他公開 立即這樣看 播出來 你可以不信他 你可以說他當時也是 即是說謊 可以的 是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會幫大班 互相辯 就留給大班自己解說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政治的事 就不是說 不是看你說甚麼 是看在世上做甚麼 客觀事實是最重要的 去到現在來說 起碼去到今天 DBC 就是做了那麼久 都沒有違背良心 都堅持著編輯自主的立場 事實上 雖然大班 經常不同意我們 說話都會扮正白 踩進來打電話 但是他不會禁止我們說話 我們依然有自己可以發聲的機會 這個我相信 全香港的老闆都做不到 蕭若元人網都做不到 蕭若元人網 還給不給 被罵過的陶君行 蕭斯健 長毛 王岸賢 回上去開個節目說話 你做到才說 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簡單 香港的民主運動 搞到現在是一盆散沙 因為那些人的氣度太低了 泰國是將那些小事化大去 就算過去誰做了一些正義錯誤 正義錯誤當然要批評 批評了就算了 全部都要看前看 我都說過 你看人家民進黨台灣 你看人家國民黨 精神分裂 精神為了路線鬥爭互相空間 但決定了之後就團結一致 對不對 蔡英文出來選總統 很多人都不同意他的 蘇貞昌不會喜歡他的 就是大把 這個 剛才會投入那個什麼 謝長廷 那些不會喜歡他的 我不會理他們 有些什麼私心動機 就是個個個都相信自己是最對的 最有利台灣 最有利民進黨 但是人家內部選都定了之後 就團結一致 支持蔡英文 國民黨一樣 是不是 在2004年 這個 為什麼 2004年 Sorry 為什麼會輸給陳水扁呢 就是因為 國民黨自己不團結 宋楚瑜走了出來 是不是 宋楚瑜認為自己厲害 應該是他做的 所以總之應該是連戰的 那結果就輸了 但是之後 有沒有再 就是有沒有再互相空間 雖然今次再選 很多人都出來 但是人民很清楚 不會再投他票 就投馬一九 剛剛才 政治應該是這樣 好像現在 去到現在這樣的局面 人家國安黨 已經是全面操控了 行政經關不用說了 立法會已經贏了 就算你選了拉布也沒有用 如果在這個財委會 一被他過了的話 以後不能拉布 他都免得跟你說 三兩眼就點票了 他一定贏你的 即是數票 那就玩完了 現在傳媒 我是為什麼 判斷大班都承認的 其實這個DBC一定復播不了 因為這麼辛苦 就是搞到你 停了 就是怎麼會賣給你 更加也不會賣你的份 現在甚至可能想 直接弄瓜大班 就是搞到你家國人 搞到你破產 就是為止 讓你永不翻身 一定不會給你一個牌 是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全香港人上街 就是政治壓力他 就好像國民教育的事件 那樣 逼到梁振英不為了自保 就把那個鑊射到李國章那裡 射到黃阻標那裡 如果我們相信自己 相信民主運動 對付國安黨 就一定硬拼了 對 真的 所以網上我也批評 就說靠你那些人 搞社會就死了 那你出來搞吧 對不對 比如上一次我批評這個 國家不應該撤退 結果陳敬佩也寫了一篇文 就批評我雖然沒有電名 就說你是革命理論家坐在冷氣 那這次的運動我就做給你看 我都會搞運動 我不是坐在那裡亂說的 在冷氣間裏面寫文 去批評時政 提出意見是沒有問題的 馬克思都不是走下去拿槍 列寧都不是走下去拿槍 每一個人去自己本身的村長 做不同的事 是不是 我厲害的 難道你叫我去衝電話嗎 怎麼衝啊 是不是 我自己知道自己最厲害的是哪些 最厲害的是腦袋和抓紙筆 我當然是發揮自己最長處的地方 先說 難道我去衝警察嗎 我去教他衝 所以說話 但我絕對不是怪怪陳敬佩 經過這幾次的運動 大家又做朋友沒有事的 因為大家很清楚知道 光明磊落絕對不是針對人 只是一件事說的 雖然到現在我可能都有意見 但我不會介意 沒有所謂的 剛剛不是一起做 是為了大家 是為了運動的 做不做朋友 是很其次的 做會員好 不做沒有所謂 那不是我主要的人生目標 對不對 不要說做朋友 不做夫妻不做父子就可以 沒有所謂 我今天才教訓我兒子 就是這樣說 所以出來搞事 最重要的是信念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相信 這幾天裡面來講 我非常感動 每一個來支持我們的人 支持我們的群眾 雖然在做不同程度的事 每一個人的能力不同 你的能力可能就是下班 來搶一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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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做一些事情 對得起自己 就算來不了 在家裡聽心機 把信息繼續傳出去 都是做了事 整個群眾運動 就應該這樣搞 是有很多層次的 譬如說理論 很多人不明白 把很多目標互相對立 其實是錯的 這個運動 你不懂得去撐大班 但是撐大班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大班的確有群眾 對不對 有很多公公婆婆 有很多盲人 弱勢社官 這個也是大班過去 做過很多年的 職業的音樂 是有群眾來的 撐DBC 你不撐不要緊 但是撐DBC 有什麼問題 的確有很多聽眾 是需要聽 他們想聽的節目 不只是聽我 聽大班 他也想聽壽歌 聽黃師傅 聽顏面舞 沒有問題的 這是他的權利 對不對 撐言論自由更加好 層次越高 也是每一個人 其實是為自己撐自己 再高一個層次 就是撐反對西雲治港 更加好 所以其實整個運動 是由低至上 就是這樣 每一個目標 是針對不同的群眾 所有的群眾 便可以說 搞得很大 你必須撐我 是不是 你撐自己 你根據不同的目標 就可以才建立整個龐大的群眾運動 我的信念很簡單 我相信 由國教也好 我們DBC也好 將來新界東北 問題也好 更加未來 將會出現 因為這個已經變成梁振英 是代表了共產黨 這個港部治港的問題 不斷會出現很多新的矛盾 是每一個矛盾 每一個問題都會衍生 一些新的群眾出街 所以每一個問題都會連續下去 最基本的矛盾 就是其實 這個所謂一國兩制之下的港人治港 受到破壞 我很相信每一個走出來的人 都是愛香港愛自己的 就這一點 其實我以前很多好朋友 是不同意的 包括曾樹基 很出名的知識分子 現在退了去教授 以前來講 是會怎樣作文 很多 曾經做過青年導師 陳文雄 我跟他亦師亦友 我大學都跟他好朋友 情同兄弟 他現在是中國商業中心 他基本當然是良年 黃漬奇 是我同班同學 所有那些其實幾十年的關係 但是就這個理念上 大家不相同 我也是講過 公開出來面論 你認為我們做的事是不對 就是泰國強調香港的本位利益 忽略了中國的本位利益 是違反更大的民族利益 其實是可以辯論的 就不要縮在後面 有些實際上忘了水 去做官 幫林頂做事 有些在專欄上 不斷 其實他講的 他根本 講的不是真的相信的 是在策略上寫 例如陳文雄寫 即是說 哪裏是洗腦 可以洗腦 可以洗腦嗎 香港可以洗腦嗎 我今天 今次吃早餐 在大坑 同台 有兩歲成年 都在講一件事 一樣同一個 同一個想法 我當然不會博他 聽聽聽 聽聽群眾的聲音 他原來真的有市場 真的有人敢相信 就是覺得 你把他搞反國教 其實就是靠人多 客政府 不想做中國人 反中國化 你幫人 就是DVC 也是一樣 所以為什麼 不惜 得罪幾十年的朋友 好朋友 都要批評他們 就是因為他們講的 因為他們 在社會裏面有影響力 他們是教授 是出名的人 是這個 特別是大學教授之類的東西 是所謂的學者 是對群眾有影響力的 這些就是以色形態 我批評他 不是批評他個人 是以色形態鬥爭的 但是我一定用回我的觀點 我是在影響你們的 對不對 你們覺得我有道理 你們就不會受到 好像我今早吃早餐裡面 那些人同一個釋見 這個就是通過 為什麼需要言論自由 通過辯論 大家講道理 誰是講得對 到最後 如果有民主制度更好 就會通過投票 去選到自己的 最後的政治代理人 美國總統為什麼要幾次辯論 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搞民主政治 我不會因為跟你意見不同 我是反對你說法的 我邀請你出來跟我說 是不是 為什麼我會說 蕭先生如果是肯定的 就出來一起辯論 我說錯的 或者說得失過你 我願意公開向所有人 公開向你道歉 那你會不會做到 很簡單 如果大家真的圍攻的事情 就是應該這樣做 就是這麼簡單的 我做這麼多事情 相信的事情 其實目標就是這麼簡單 你未必會同意我 但是我堅持是講道理 而且如果真的搞民主 我們相信將來民主的制度 就算跟這些 所謂的左派 我覺得都可以辯論的 跟劉鵬可以辯論 跟毛文可以辯論 跟當日你支持 國教的人可以辯論 就不是靠 好像昨晚小人 所以有些外戶 香港的力量 就派幾個手來搗亂 是吧 即是想制御事端 那些警察又不肯重用他的 你試試調轉 他不馬上拉扯你回去 就看到 其實政府不是中立的 根本 什麼叫做國家機器 警察是國家機器 政府所有的機構是國家機器 這些如果你有少少 即是 當然大部分人的群眾都沒有聽過 我便將這些 將它變成最生活化 我相信我講 你個個都明白 七八十歲的婆婆 都聽得懂的人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聽得懂 我覺得我自己 便可以扮演的角色 發揮我自己的作用 就這麼簡單 我不是想做收費的網站 我只知道現在現有的情況下 又不能回台 其他那些主流傳媒 一定也不會讓我講 就算那些網站 他又去既定立場 我為何要幫他做 我便不如自己做 對吧 雖然影響的人 可能很少 可能只有一千 只有二千 不要緊 做得多少 做得多少 到一些 時機成熟的時候 又可以走回一齊 是因 真是在因慈濟會 我自己的信證就很清楚 我相信做事是一點一滴的 每個人就從他身邊做起 做起自己可以做的事 不用要求人那麼多 要求你自己 你做到的事便做到 你影響一個人 都是一個人的 你可能是家人 都不相信你 怎麼影響你家人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 所有民主運動都這麼簡單 就可以做到這麼多 因為呢 其實都很辛苦 因為沒有聲音 所以 不如先說這麼多 其實如果要搖擦下去 我一個禮拜來跟你說一次 都沒有所謂的 都可以 每晚都不行 我當然要來 好 各位 如果想問一下 問一下 雖然我們現場的朋友 其實真的少 但都很希望大家 可以再給一次熱烈的掌聲 請給Q仔 OK 有個 有朋友想答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有一點 其實我不是很同意的 你說搞運動 你整個以整個運動的形式 去幫DBC去復播 對我來說 其實那個運動 我三萬都來 都幾波難壯闊 但我不同意 其實你有機會 搞到十幾二十 或者二十幾三萬人 因為呢 跟反國較上次 有些不同的 我今次是沒有傳媒去支持 也不是一個很 一開始 就有一個很正義的盾牌 走出來 所有不想露面的群眾 都會躲在後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本身比較關心大群個人 這次運動對你來說就失敗了 對我來說是一個高潮 但接下來就有可能是一個走下坡的情況 你用了一個 其實有某些人的目的 就希望搞到大群家破人亡 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也是共產黨慣用的手法來的 他一按就一定要去到盡 在這個運動不太刺激的情況之下 他個人有什麼出路 還有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他 好一點也好 我不懂怎樣用 令到DBC復薄 或者大眾的利益 又可以保存呢 你說的話是對的 那也是一隻大方的顧慮 他其實沒有信心 從一開始都沒有信心 他跟我說的和你一樣 他就說國教為什麼會多人呢 因為第一 就影響一百萬個家庭 因為一百萬個都是小孩子 所以才7月29日 有九萬人 其實不止九萬人 我認為起碼收到二萬 站在街上推銷車 第二 就是當然國教的甜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黃之鋒 有幾個年輕人 小孩子有好處 就是因為他主要傳媒 傷到九萬人 就是有議題單一 單重 所以很多人 真的只有六四 學生出來獲勝 就感染了很多人 因為推動問題 有個情感的element 其實很重要 這個是不對的 說的全部都是事實 而且呢 也因為大班的問題 所有的金螞飛虎社 因為大班被人用來鋪胎針 被認為是幫唐人做事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 你晨早就不會出事 那些事情都是 如果台湾聯選到 是不會發生今天這件事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為什麼 由頭到尾 很多人都會有疑慮 都會有大班懷疑 包括我今天寫 昨天寫了一堆東西 有些人以為我又怪窄 但我不是怪窄那些人 就是說政黨政客 社運團體 很多網台之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pay them service 我不是怪他們的 我只是講過事實 事實真的很多人都顧慮 甚至來參加那些職位的勤眾 很多都說 其實很多人都很懷疑 只不過他覺得 因為一停了播之後 才會支持他們 是事實來的 全部是對的 但我就是跟大班說 第一 為什麼他不懂得搞勤眾運動呢 因為在國教期間 我每晚都下來 我每晚留守好東西 其實全都是年輕人 家長不會留守天光 就是因為年輕人多 所以停了播之後 停了活動 雖然停了活動 大班年輕人 三五成分 在唱歌 開舞會開party 之前做了事情 到最後 因為我認識很多普通人 都會參加運動 所以我告訴你 真正的力量 其實不是只有家長 所以他們是stakeholder 其實真正在群眾那裡 但是我們要運動 給其他困難 就是因為所有傳媒封殺我們 沒有把這個信息傳出去 所以才要下來搞 才要是 即是爆大鑊 才要跟他爭執那麼多 如果是早 我那天寫了一段 證明了 就說 因為我們的努力 所以突破的套 本來說你只有幾百人參加 有些說一百都敢死 都要起碼說 你聲稱有五萬 聲稱有七萬 就是這樣 對呀 全部都現在封鎖你的 你有五個人絕食 有沒有報導 你看雲全都沒有報導 都不會說的 甚至是一些進步網台 日網上有沒有說 牛我們絕食 有沒有 沒有的 但是我們不是因為這樣 就不做了 我不是說一定會可以 但是我相信 我們一定要盡我們所有的努力 好像很簡單 如果有五個人斷食 當然不行 這麼多人 五十個 很多很多 五百個 什麼不同 但是這個是需要一些人覺醒 我絕對 雖然這次這個運動是失敗 在這個現場 但是我不是說過 其實 複補到不是最重要的 一個運動失敗了 你說得對 運動不是說 永遠不斷升上去 是有高潮低潮 過去幾十年來 中國也好 香港也好 所有的食育運動 都為了一個波浪 做了一個波浪 其實往往 當運動低層的時候 最懂得做些什麼呢 最懂得做的就是 以性態工作 就是把理論深化 把很多人提升 其實我們已經試過了 六十年代 為什麼 調運七十年後 就開始回到大學裡面 搞理論之類的事情 是這樣的 我一點都不失望 我不悲觀 壞了就壞了 剛才專問我 就是說 你放棄不放棄 我當然 無所謂 完了 一定有下一個 就是這樣解釋 好 因為時間差不多 有下一個節目 等來 但不要緊 因為Q仔 還未離開 還在 所以 各位現場的朋友 還有說話 想跟Q仔說 想問他的話 其實都可以 繼續在台下 跟他一起 討論一下 一起繼續 可以到這個晚上 對話 我也很感謝Q仔 今晚的講話 總結他今晚的講話 兩個字 就是坦白 其實我們參與運動也好 對我們自己 同路人 參與運動社運的分子也好 或者其他台的人 以至我們群眾也好 我們都需要坦白 我們需要相信群眾 群眾也要相信 各位參與的人士 正如剛才那位女士所說 我們或者大班 為何運動會有這個沒落 就因為我們欠缺的 就是大家的信任和坦白 所以剛才Q仔都說 如果他可以的話 每個禮拜 來一次又有甚麼所謂呢 Q仔曾經有一個節目 叫《智取太平山》 那就不如 就純粹推周了 智取天馬南 就在天馬這裡開一個節目 每個禮拜一次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今天我再說回一次 民間電台 為何選擇是7至10的廣播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24小時廣播 都可以 用FM去發射 但是我們怕一些人 怕大電波會被告 不想做主持 所以我判了5至7 一些非大電波的廣播 其實我們的平台 是歡迎各大政黨 是支持開放大電波的 支持DBC伏播的 上來一起說 好 多謝各位 大家也在呼籲 學聯也好 還是其他的政治團體也好 即使你對DBC一個商業機構 他的存亡 關不關心也好 現在的問題再不是說 我們撐不撐大班 而是經歷了梁振英的上台 經歷了學民思潮 這個反國家運動 是就是 萬一 是 這真的 你 那 對 你 我 你 看